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黑影儿TV 大家看今天是一个iPad屏幕的录屏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上架在iOS App Store上面的一个软件 为广大的App主们服务的 这个软件可以跑在iPad上和iPhone上 同时如果您是M1芯片的新的Mac电脑 Bixer系统也是可以完美的运行的 今天我们拿iPad做演示 因为屏幕稍微大一些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 它是什么呢 它这个软件是利用iOS14 iPadOS14 还有这个新的Mac Big Sur系统的这个桌面小组件 就是大家看到iPad的左边 现在动的这个地方 或者是iPhone的那个桌面的小组件 还有这个Mac系统上面 你打开那个今日那个右边那个栏 也能看到的小组件 来展示您这个频道的信息 那我们就开始操作 首先呢打开您的App Store 然后我们搜索一下这个软件叫做BWidget 好 大家看BWidget一个为App主设计的小组件 我们进来 这个软件呢 有iPad版和iPhone版 同时呢 如果您是M1芯片的Mac电脑 也是可以直接在App Store搜索到 并且下载的 我在提交这个软件的时候呢 选择了允许用电脑下载 这样您不需要用那个Amazing 或者是其他第三方软件了 有一些截图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直接下载 下载完毕以后打开 首次打开呢 是空白的 然后呢 只有一个地方需要设置 就是这个MID 这MID呢 我有一个示例是我频道的 大家怎么去找到这个MID呢 底下有一个说明 请前往您的频道 找到网址栏 例如 https 毛号 杠杠 space.bilibili.com 杠 后边这份数字就是您的MID 那我们去找一下 我已经提前的打开了 我的频道的首页 大家看这个网址 后边这一段 38995440 我们直接拷贝 然后回来 粘贴 之后保存 成功 这个时候这已经变了 我们这个软件呢 提供两个尺寸的这个小组件 一个是小的尺寸 一个是中的尺寸 呃 这两个呢 在iPad上和和iPhone上 还有Mac上都可以完美的运行 这个完毕以后 我们就可以关掉这个软件 然后在这个小组件这儿 如果您是iPhone 就长按屏幕编辑 如果是iPad 就在这儿直接编辑 我们添加小组件 啊 这已经默认是第一个 他会给你呃 推荐 我们直接在下面的 嗯 App的这个列表里 找到我们的B widget 找到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有两个尺寸 我们可以加一个小的 这是这种小的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加一个大的 这样 在iPad上呢 一般我们保留这个 加这个大的 当然如果您有另外一个小的 去去配合的话 呃 可以填满这个区域 也是OK的 完成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小组件就能够展示 您频道的呃 粉丝数 它的更新的逻辑呢 和是它这个iOS系统内建的 这个逻辑 基本上大概是呃 十几分钟 几分钟 或者是几十分钟一次 它后台默默的更新 它也不会占用您的资源 也不会费您的电量 但是很漂亮 同时呢 在iPhone上也可以看到 在电脑上也可以看到 好 那软件的功能介绍完毕 我呢 之后会把这个软件 它的这个链接 直接放在呃 视频的这个简介区 大家可以直接在这点这链接 应该就能打开App Store 同时呢 这个软件会有Apple Watch的版本 现在正在测试中 呃 这个也可以 回头我会发TestFlight的测试给大家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就是做一个小广告 我呢 呃 第一次做iOS开发 还是将近十年前的事情了 最近有重新捡起 呃 做一些小贡献 呃 如果广大的up主们呢 喜欢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up主的这个朋友里啊 传播一下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的应用 呃 希望大家能够五星好评 点赞关注 那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点赞关注